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部剧由罗云西和白鹿领衔主演,改编自腾罗未知的小说《黑月光拿吻》B.E.剧本,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恨情仇。 在剧中饰演淡台晋,一位命中注定要成为魔神的王子。 他从小就有着邪恶之骨,不懂人情事骨,只能通过模仿他人来隐藏自己的异样。 他与耶稀物结为夫妻,却不知道她是来自未来的黎苏苏,一个为了阻止她成为魔神而穿越时空的女子。 两人在相处中见生情愫,却又因为命运的安排而陷入了无尽的纠葛。 白鹿在剧中饰演黎苏苏耶稀物桑九,三个不同身份但同一个灵魂的女子。 她是衡阳宗掌门之女,也是一个天生的仙女。 她为了拯救被淡台尽毁灭的世界,回到五百年前,化身耶稀物,与淡台尽结为连理。 她想要改变她的心性,却发现自己也深深地爱上了她。 她以身殉道,改变了她和世界的命运。 她在五百年后重生为桑九,与淡台尽再次相遇,却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考验。 《长月静明》是一部让你心碎又心动的仙霞大戏。 她不仅有着精美的画面和浮华道,还有着扣人心弦的剧情和感人至深的人物。 她展现了一段跨越时空,超越生死,抗争命运的爱情故事。 她也探讨了人性、道义、正邪、善恶等深刻的主题。 她让你在看到淡台尽和黎苏苏的相爱相杀时,既心疼又心动,既悲伤又欢喜,既恨又爱。 罗云熙和白露的演技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 罗云熙凭借着她精湛的表演,将淡台尽这个复杂而矛盾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她让你看到了淡台尽的冷酷无情,也看到了她的孤独无助。 白露则用她灵动的眼神和多变的表情,将黎苏苏叶希物桑九这三个不同身份但同一个灵魂的女子演绎的生动而鲜明。 她让你看到了黎苏苏的坚强勇敢,也看到了她的柔弱无助。 她让你看到了叶希物的温婉贤淑,也看到了她的倔强不屈。 《长阅静明》是一部值得期待和观看的仙侠剧。 它不仅有着高颜值阵容和精美制作,还有着新颖剧情和感人人物。 它会让你在观看过程中经历各种情感波动,既惊心动魄,又温馨甜蜜。 它会让你在观看结束后留下深刻印象。 既难以忘怀,又难以释怀。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